如果要说一款游戏的结局黑暗反转和令人震惊 狂妇这款游戏绝对是经典 上期视频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个游戏的全部结局内容 但在通关真结局之后还有两个模式 分别是二周目和黄毛线 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黄毛的故事 在游戏真结局阿雅的爸爸被打倒在地之后 玛丽亚和黄毛把阿雅带回了自己的房间休息 玛丽亚察觉到了黄毛和其他被诅咒的僵尸不一样 眼睛里面有生气 看上去并不像个死人 并且向黄毛表达了歉意 因为玛丽亚之前误以为黄毛要伤害阿雅 所以才会使出她的独门飞刀 不过黄毛看样子是个性格非常大度的人 就没有在意这些小事 睡梦中的阿雅还在念叨着要和玛丽亚在一起 黄毛决定先去其他房间休息了 临走之前她拜托玛丽亚要活下去守护阿雅 因为这是玛丽亚的使命 这一切都是阿雅的妈妈早就想好的 接下来我们操控黄毛探索房间 从最左边的会客室开始 会客室里会看到阿雅母亲的鬼魂 她拜托黄毛最后再向阿雅说一句再见 母亲觉得自己没脸再见那孩子了 话音刚落母亲原地消失 接下来来到右边走廊的厕所里 厕所里有一个装满血水的浴缸 在黄毛的这条线你实际上是可以看到浴缸里有人的 而这个人在主线里面大家也见过 是在地下的那个老头子 在阿雅妈妈还活着的时候 她就一直在这里当用人 没有被拿来当做人体研究的素材 在这里工作的时间越长 我就越了解这个家族的本性 老头害怕的想要逃跑 但却被阿雅的妈妈看穿了她的内心 她的直觉准到令人恐惧 既然拥有如此准确的人性洞察力 那么将人洗脑并操纵也是很容易的吧 她完美地骗过了所有人 难道说阿雅的爸爸也是被夫人洗脑了吗 但她明明想保护阿雅呀 她是个伟大的母亲 诶这个真相究竟是怎么样的呢 调查完了厕所接下来来到食堂 在食堂里面可以见到光头在这里喝茶 看来是光头给的要治疗了黄毛 黄毛也很好奇光头的真实身份究竟是什么 我只是个路过的销售员而已 那光头到底有什么目的呢 她也没什么目的 就是喜欢观察疯狂的人类而已 那看来这个光头果然不是人类 只是因为她自己觉得无聊 所以也想玩一玩这个人偶游戏 黄毛想阻止她但却无能为力 像你这样善良的人类我也很喜欢 这个世界全都是疯狂之人也没意思 所以我才没有杀你 以后也要保持你的正义感 与狂人们为敌啊 看来这个光头就是一个欣赏表演的人 跟我们这些屏幕前的玩家一样 出来之后黄毛又在打听遇到了阿雅两人 阿雅见到黄毛后害羞地跑开了 黄毛让玛丽亚小心那个光头 当然最后就是双方的道别 房子还是像原来的结局一样被烧掉了 黄毛亲吻了阿雅的额头 这个场景和妈妈小时候亲阿雅一样 希望对方可以此生幸福 玛丽亚和阿雅离开之后黄毛又回归到了孤独的生活 他想起了自己被阿雅妈妈救赎的时候 于是感觉到了温暖 你不跟他们走吗 一个人偶突然蹦了出来 还是最开始阿雅房间里的那个人偶 人偶跟黄毛提到了一个命运之线的传说 如果黄毛跟阿雅的命运之线是连在一起的话 就可能还会再见的 如果再见的时候 阿雅走上了和他父亲相同的道路该怎么办 俗话说的好 老鼠的儿子会打洞 这句话还挺接地气的 黄毛表示他会阻止阿雅的 你能阻止得了吗 黄毛迷之字信表示一定可以 哦 那你就加油吧 这就是黄毛线的故事了 洋娃娃的真实身份到最后也没有解开 但是黄毛似乎也并没有很好奇的样子 除此之外游戏还有一个二周目 这个二周目也叫做血缘模式 和德雷比斯加的血缘有莫大的关系 因为游戏二周目的主角是长大后的阿雅 他在回家的路上收到了一个披着黑色斗篷的老奶奶给的苹果 阿雅非常好奇地想尝尝味道 亚梅迪大小姐 这种形状怪的东西不要往嘴巴里送啊 但是阿雅禁不住诱惑还是尝了一口 然后他就中毒倒下了 接着阿雅就穿越回了童年的这栋房子里 游戏的二周目至此正式开始 阿雅在房间里的对话也会有所不同 大概就是对这些曾经见过的事物表示感谢 你说这么好一个孩子怎么就开始做人体研究了呢 那么二周目的话我就只给大家展示剧情的关键信息 首先是初次见的黄毛 我一直都想见你 一直没有忘记你 就阿雅一直都在尬聊啊 黄毛却只是让阿雅跟过来 这次阿雅选择跟上来 但是黄毛人却不见了 因为这个二周目实际上是在阿雅昏迷之后 来到的地狱边境之类的世界 并不算是真实存在的 虽然其他的流程都是一样的 但是光头还是像个穿越者 知道阿雅是二周目 他告诉阿雅这里是由某个人强烈的思念而产生的空间 阿雅的魂魄现在在生死之间彷徨 要想离开这里就不坏掉生成这个空间的元凶吧 在妈妈的房间里有新的日记可以查看 看着一天天长大的女儿心里都是温暖的 昨天我抓了只老鼠给他看了一眼 他表现出了强烈的好奇心 想到那个光景 我的眼泪都高兴出来了 他是那么的对一切感兴趣 好奇心旺盛是遗传他爸爸的吧 真期待他成长起来的样子 这真是糟透了 我以为那个人和我是一条心 结果竟然不是 如果他知道了我的愿望 可能就会带着那孩子逃跑 想要好好培养那孩子 除了骗他以外别无他法 只能扮演一个平凡的母亲 欺骗那个人 没关系那孩子肯定能实现我的愿望 也就是说阿雅的妈妈 看到女儿有强烈的好奇心 她非常欣慰 看样子她似乎有种不可告人的目的 而阿雅的爸爸跟夫人并不是同样的想法 在地下一楼的实验室里 可以看到老爸和玛丽亚拥抱的场景 玛丽亚如果我发生了什么事 到时候一切也托付于你了 请你替我保护她 玛丽亚也答应保护阿雅的未来 不会让任何人阻碍 即使是阿雅的妈妈 在游戏中期餐厅里面会出现三个女仆 当我们出去一趟再回来的时候 会发现中间的女仆 在拿到狂恐右边的这个女仆 当然这个跟剧情关系不大 只是有点恶趣味给大家看一下 循环通道里有个女鬼 只是触摸的话是没有用的 这次直接一刀把她给砍死 地下礼拜堂里面可以看到 母亲把阿雅托付给黄毛的场景 让黄毛替她保护阿雅 母亲也给了黄毛一个额头吻 祝黄毛此生幸福 在举行仪式的房间之后可以看到 仪式结束时 床上的人偶被杀死了 来到通往地下三层的楼梯 一周末的时候会在这里遇到一个求死的鬼 但在二周末里 阿雅遇到的是那个贫穷的少女 也就是真结局里结束的时候 因为没有钱来找阿雅治病的少女 我的身体会好起来吗 我有一个梦想 我想成为像您这样的医生 然后去帮助和我一样被病痛折磨的人 我能成功吗 医生你说呀 贫穷少女的这张例会非常的美 等阿雅醒过来的时候 又来到了小狗雕像的房间 这次房间里面又多了一本日记 我在她的房间里面找到了猫的尸体 和以前的我一模一样 藏在了衣柜里 这样下去她就会步上我的后尘 那个女人就是这么期望的 但我绝对不会让她得逞 她是我最重要最特别的宝物 怎么能让那个女人得逞 让我的宝物沾染污垢呢 只有这么做了 她会原谅我的吧 不管怎样我已经决定了 为了让她不犯和我相同的错误 这篇日记是阿雅的爸爸写的 也就是说阿雅的爸爸其实已经知道 阿雅长大之后也会从事人体研究 为了阻断他们家族的这种变态血统 父亲才想把阿雅做成玩偶 而母亲则期望阿雅能够继承这份血统 怪不得那个古兽如柴的老头子 说阿雅的母亲才是最恐怖的 因为这个母亲是隐藏得最深的 在旁边拿香水的房间里面 可以看到母亲和黄毛 玛丽亚用飞刀把黄毛给飞伤了 是母亲把她给救下来的 在地下三楼研究室的门口 可以看到最重要的信息 一本书被放置在原本是洋娃娃的位置 掠读这本日记也可以进入记忆宫殿 当然这本日记也是母亲莫妮卡写的 母亲读了监狱里一个男人的文章 说是一晚上十个人被杀了 这件事情点燃了母亲的兴趣 他很想见这个作者一面好好说说话 一张口就是老变态了 我的伯母去世了 据说是自杀 应该是无法忍受整个家族的迫害吧 真可怜伯母 老老实实的遵从规则 就不会落得苟延残喘的地步了 我无法理解伯母的想法 我们不是给没有生存价值的人以人权了吗 成为德雷 成为德雷比斯加的祭品 还可能留下活过的证明呢 我最爱的祖父去填国了 在他生命的最后他托付我说 德雷比斯加交给你了 您是想让我实现代代继承的德雷比斯加的野心吧 明白了祖父 一切都由我来继承 啊 我该怎么办 我被托付了禁忌的研究 这太刺激了 我的心跳得停不下来 真是太美好了 祖母对我说祖父的遗言不要太认真对待 他还说永远的美就是留下子孙既往开来 但是我还是想实现祖父的愿望 当然了 祖母的愿望我也要 我该怎么做呢 就像祖父和祖母期望的那样 阿雅健康地成长了起来 如果祖父还活着 估计会让他整天学习吧 虽然我想实现祖父的愿望 但不太想让阿雅有难过的回忆 所以从今往后我也会让这孩子自由活动 没关系的 我相信这孩子 这孩子一定会成为优秀的德雷比斯加继承人 为什么不给我回信 我知道你很忙 一句话就好 让我知道你的回答吧 难道你在怀疑我 我的真心天地可见 绝对没有半点虚伪 我喜欢你 我爱你 我知道写这些东西可能会让你讨厌 但一见到你那疯狂的身姿 我就无法控制 心跳加速 第一次见面时 你是打算杀了我吧 在临死时 我的心跳得很厉害 这是生来的第一次 现在想起来依然心跳不已 但这绝不是因为害怕而心跳 是因为激动而心跳 因为我是如此的想要你的一切 但我仍在想一个问题 为什么你没有杀了我 我自己得出了一个答案 难道对于你来说 我也是一个特别的存在 请原谅我这张善自妄想 但希望你能从这字里行间理解到 我的爱是真的 对了 我家的地图也在这封信里 方便的话可以来我家做客呀 绝对会吓你一跳 我家的大房子以前被一个宗教团体占领 后来废弃不用了 就遗留下很多有趣的东西 你一定要过来看看 我在这里等你 所以这封信其实是年轻的妈妈 写给变态杀人狂爸爸的 妈妈才是德雷比斯家正统的主人 爸爸只是一个入赘的心理变态 被妈妈邀请到这栋宅子里面来搞研究 后来两人生下了主角阿雅 最后阿雅再次见到了自己的父亲 父亲也很想见到阿雅 但是父亲还是举起了他的电据 同样的我们还是逃到了大厅里面 正当爸爸开心的准备巨人的时候 阿雅坦然的接受了 我没有一天不思念爸爸和妈妈 所以您可以随意处置我了 话音刚落 阿雅听到了玛丽亚的呼唤 这果然还是在一场梦境之中 不过阿雅选择在离开之前 先跟父亲道别 我现在终于能理解 为什么你要把我做成人偶了 因为活着是这么痛苦的事 但是我还不能停止活下去 那一天的事像刻在脑海里一样挥之不去 想要忘记却也忘不掉 这可能就是夹在德雷比斯家族上的诅咒吧 但倒在地上奄奄一息的爸爸说 阿雅 幸福啊 阿雅终于从梦境中醒了过来 就算怎么反抗也逃不开宿命 但这样就好了 玛丽亚也下定决心 就追随这样的大小姐 所以二周末游戏到最后 我是越看阿雅越变态 明明其他方面看上去都好好的 就是偏偏要做人体实验 不知道这个家族的诅咒是怎么回事 可能这就是刻在基因里的东西吧 那么狂腹这款游戏就到这里了 拜拜 拜拜